暗夜行者,第十五集,晚上,魏无羡不回江家,天天和蓝旺姬住酒店,他还不敢让江丰眠夫妇知道,蓝旺姬也不想见他们,但是江家姐弟家上金子轩见过,白天五个人还一起吃喝玩乐,后来,江家姐弟盘问他,跟蓝旺姬是玩玩的还是认真的? 他偏着头,认真的反问,你们看我像是玩玩的,还是看他像是玩玩的?江城哑然,看他半天,像忽然不认识这个人,冒出一句,你不想传宗接大了 魏无羡一本正经教训说,江城,你的思想观念太落伍了 况且,我不记得我妈以前有交代给我这个任务 江燕离道不介意,依然温温柔柔地说,阿县喜欢就好,我们也觉得蓝旺姬是很不错的人呢 不过是去年的事,如今回看却觉得陈旧朦胧 想来那一年,不是蓝旺不在,而是蓝旺姬已经知道,那是他们的最后一年,有心一起过一个年 原来世事早在他谋划,指自己徒念长久 不意外的,江氏姐弟这次见他年夜饭后,还尽心尽责地陪着一家人 毫无要走的意思,仿佛生了根 直至又听见他说这几天在家住,不禁悄悄追问,蓝旺姬呢 今年不跟你回来了吗? 魏无羡只烧沉默,便轻松出口说,散了 姐弟惊讶,江城说,真散了 魏无羡撇一下嘴,杨梅说,你们看不出我跟他是玩玩的吗 江城恶意,默默在心里将对魏无羡的认识重新调回初始状态 江燕离道有些担心问,蓝旺姬呢 我看他不像是这样呀,阿县 魏无羡不容质疑地说,他也是玩玩的 我们都玩够了 江城点头,他觉得就该这样 江燕离看看魏无羡,还是有些不安 魏无羡对他宽慰的一笑 年后回到一城,江燕离打电话给魏无羡 阿县,姐姐给你介绍女朋友好不好 阿县年龄不小了呢,该有个女孩子照顾你了 魏无羡刚要开口拒绝,转念愤愤一想 为什么不呢?自己当然不能在蓝旺姬这棵树上吊死 好啊,谢谢姐姐 自从金光瑶被魏无羡绳之以法 金子轩由一个只管着不好不坏几家公司的闲散大哨仓促被推至前台 当起了金林集团的董事长 金光瑶从前虽然在权力上排挤金子轩 但物质待遇给得相当不错 虚值也很高 现在金光瑶被抓 连带金林的非法所得被没收 罚金也支付了相当大一笔 所以金子轩掌权也是喜忧参半 两夫妇对魏无羡并无什么意见 江燕离相当落地 向她那贵妇圈子里的朋友们 频频展示魏无羡英姿勃发的照片 更把她的董事体贴夸得天花乱坠 简直天上绝无 地上仅有 江燕离却也短暂地亲眼见过魏无羡眼神举止 都对蓝忘机挺关注体贴的 很快 魏无羡便投入江燕离为她安排的一场又一场相亲 她一点不挑剔 每次都好脾气地随着江燕离去见人 也诚诚恳恳地开展随后的接触 反正也没有哪一个女孩是没看上她的 她也牵过女孩子的手 只不过每一次牵起人手的那一瞬 都须先将脑中一恍惚冒出的与蓝忘机牵手时 那质感那温度种种感觉狠狠甩开 每一次天时地利人和 水到渠成地该更进一步时 魏无羡拥着人 却觉得实在无法将人贴近 说不清是意识还是身体 再排斥 对不起她说 有一次她带着一位女孩在餐厅坐下 她把菜牌递给对面的女孩 请她随便点自己爱吃的 自己漫不经心还事 她猝然惊觉 来过 和蓝忘机来过 做的就是这一桌 愣证中缓缓思量 原来不自觉的 她的每一次拍拖 都将人带去她和蓝忘机去过的餐馆 电影院 酒吧 她仓皇意识到 她无意识地所做的一切 只能令这个人 更加挥之不去 那个骗了自己那么多的人 人早已脱身而去 自己还在罗网里 最后一次 那位女孩相当随和 从不引诱她 只是欢欢喜喜地与她交往 好像在静静地 一心地等她 那是她这一年来 最长的一次拍拖了 她觉得有愧于人 觉得人家是好女孩 觉得自己应该珍惜 两人脸庞凑近 在嘴唇几乎相处 甚或已经清楚 为无限已经清晰地 嗅到女孩温馨的气息时候 她停住 终于 她低声说 对不起好像自己的身体在沉睡 久久地沉睡 虽然意识被驱赶着在努力 却无法唤醒她 我怕是不能好了 她颓然地想 心里愤怒地骂蓝忘机 她也想过 难道我真的是同性恋 她去过同志酒吧 可是她对里面形形色色的人 看不下去 有人前来把台在她身旁坐下 她拒绝了搭讪 她在心里说 我不是 她逃离了 她打电话叫出江明和温宁 在路边喝了几杯酒 头 罗锋在办公室说 她前几天看见你跟一位美女逛街呢 大家说 你是不是拍拖了 江明一向说话坦直 魏无限扫一眼正巴巴 看向自己的两人 说 散了 啊 那头 你想开点 江明说 我有什么想不开的 你以为你们为歌我会是被人甩了吗 魏无限吃之以鼻 头 不是这意思 我只是怕你 怕你还在惦记 发掘桌下 被人狠狠踢了一脚 江明住口 魏无限知道她要说什么 放心 我下次再拍拖领出来 给你们看 她叫嚣到 脸上挂着热闹的笑 眼睛流露落寞 回到家 她拿出那从未拆封过的对戒 纸盒里是两个黑色断面的精巧小盒 打开 各是一枚银色的戒指 他们的内侧 一个线字 一个望字 难怪她坚决不愿刻名字在上面 一想到此 魏无限郁闷烦恼 她终是不舍地扔 将他们一起放进一个盒子 当初因为是当作对戒定作 所以盒子有意 做成能插两枚 他们看起来像两个小小的并列墓碑 魏无限合上了盖子 她想起那些漆黑的夜里纠缠不休的拥抱 他们用身体相爱 只用身体相爱 是自己贪心了 她忽然想到也许蓝忘机小时候 出国前用的就是蓝战的名字 既然蓝忘机这名字查不到她 何不转个方向 她给小廖打电话 小廖 这两天上班有空时 帮我查一个人的资料 有的话越详细越好 她报了蓝战的名字 和蓝忘机的生日 救命啊 清衡 快醒醒啊 火苗已经从卧室与厅相连的门缝底 斜着浓烟窜进来了 蓝清衡 才浑浑噩噩地被夫人推醒 她本就不善饮酒 也不是不能自控的人 要不是晚间的酒会上 温若涵频频当着东道主的面向自己敬酒 东道主的面子不能不给 她不会喝得这么醉 从窗户隐隐飘过来 隔壁房的京剧哭叫 救命啊 姐夫 嫂子 救命啊 是独住隔壁房的弟妹的声音 想必火一烧到了隔壁 这时 卧室门轰隆一声塌下 火焰呼地铺天盖地席卷进来 浓烟一下子将整间房吞没 有人看见 自高楼二十四层能够俯瞰整个港口最佳景观的几间房的窗户冒出滚滚没烟 那么黑那么浓的烟 即使在那么深的夜 都能被地上的人望得见有东西从那些窗户砸下 许多沉睡的人都听见了 凄厉绝望的呼救声在半空裂开宁静夜幕 清晨 火熄灭 可是 一夜的海风吹不散从乌黑窗户里透出的焦气 遥远的大洋彼岸 五周星 御熄灰 澳濡 超转飞 您 您 您 爱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